我們來測試安裝EDU 2016 DIPPING的版本 我們一樣用虛擬機器來測試 系統 我們先測沒有UEFI的 4G的記憶體 顯示 不用預設 那我們使用的ISO是 201 7月2號的 7月2號的ISO 網路有 確定 我們把虛擬機啟動起來 剛開始會看到 還有安裝 還是下面這個安全模式 我們選擇安裝 安裝第一個下面就看到 這樣的畫面 那我們要用的是語言是 繁體中文 然後統一 他的 協議 下一步 繼續安裝 我們的使用者 就打一個簡單打一個就好了 下一步 台北 要用整顆硬碟來裝 選整顆 選全硬碟 選整顆 如果你自己要切割再去選其他的 全硬碟加密 好 全硬碟加密不要 盡量不要打勾 因為加密之後 加密有加密的好處 但是 加密完也有時候也還蠻麻煩的 我們測試就不加密 繼續 然後就進行安裝 安裝的速度還蠻快的 安裝過程也蠻簡單的 安裝過程也蠻簡單的 那大概等個三五分鐘就會 系統就會完全裝好 低頻看起來畫面還蠻美的 那有些人還蠻喜歡他 他目前他是 Opensource 他有放在SourceForge裡面 他自己可以去下載 他在安裝一些軟體軟體上的分類 還有 安裝上 都算容易 也就是他的軟體庫還蠻齊全的 那目前這一個我們是改 低頻 1510的版本 然後加上我們常用 教學常用會用到的一些 自由軟體的 軟體 已經 打包完 所以你只要裝完之後 資訊教育上面你常需要的軟體幾乎都安裝完成 那他有一個WPS的Office軟體 他有一個WPS的Office軟體 所以他在安裝過程跑得還蠻快的 所以他在安裝過程跑得還蠻快的 我自己裝過MIT還有WP2 安裝的軟體都差不多 安裝的速度來講 以目前機器來測的時候 低頻的安裝速度是快了一些 目前這個一個 Image 大小也快接近4G 快滿 那 在去年 我們社群的成員就有注意到這一個版本 他們使用上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今天找到了 包裝的方式 打包的方式 自己可以打成自己需要的 版本 那這樣子 在 推廣 自由軟體 上面會更順利一點 也就是你裝完之後你不需再去 安裝一些 軟體 把我們需要的軟體 預設打包進去之後 那 只要把這個ISO 裝完之後 那老師上課常用的軟體幾乎都在裡面 那這個版本有把Squatch3的離線版 打包進去 那也感謝視力老師 提供 打包的方式 好那我們安裝完成 那這邊要先體驗前 他要移除媒體 所以我們就 立刻體驗 裝置 光碟機 移除 強制卸展 那我們再開一次 再啟動一次 你會看到這個地品1510的版本 那我就是剛打剛才的帳號密碼進去 那第一次進去的時候大家提醒你要用什麼模式 因為我們用虛擬機效能會比較差 所以我們就選一般模式 選特效模式效能會 畫面會 特效會比較好看 那我們就選一般模式 那是這次進來桌面的畫面 然後他會有個動畫 前面有個動畫 我們就先跳過不看 我們看一下 我們打包了哪些軟體 該有的 這些是他預設的 這個聲音編輯 Arduino Azira 這個是轉檔的 電子的 這個是火壺最新的版本 Inscape Catern Life Beepal Office也有 消的隨風3D Cooler Squatch3 這樣子 幾乎S-Mine VLC 這些都已經安裝進去了 那這是整個Dipping的系統 關機在這裡 選擇這個 選擇關機